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采访到 森迪雅各中华文化艺术学会的 Denifer 你好 你好 能跟大家聊聊您的学会吗 是的 我们学会是在1991年 由林小典女士创立的 那时候是他们刚到美国来的时候 就觉得从东方来的小孩子 没有办法跟美国的小孩子一样 有钱去看一场音乐会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立下了一个宗旨 就是想要帮助这些小孩子成长 所以就成立了这个学会 那也跟大家聊聊您自己吧 说说您的学习背景 我在台湾是在台湾大学毕业了之后 工作然后就到美国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我念了经济系 然后之后在那里呢 就认识了我先生就开 然后就在那边住了九年之后 到了San Diego 搬到San Diego来了之后 因为小孩子要开始上学了 然后再在一个机缘之下呢 就到了中文学校 所以我在中文学校当了做了13年 其中有11年我是当中文学校的副校长 那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让一个做校长的您和这个学会在一起呢 当初就是在中文学校的时候 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那时候艺术学会的会长周景女士 他那时候就找到我 就跟我讲说希望我能够到艺术学会来帮忙 然后因为就是我们艺术学会里面的成员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 所以他就希望说能够造一些心血进来 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进来了之后呢 就可以帮他们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除了画画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呢 我们每一年呢 就是会有三四个演讲 Seminar 然后最大的一个就是在过年 农历过年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国际音乐节 那很棒 对就是在抛卫 场地大概都将近会有八百多个人 来参加这个盛宴 哇那真的很棒 那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 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事情啊 我觉得就是看到每年我们的节目在成长 看到这些小孩子的画画 一直在成长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surprise 因为基本上我是一个不会画画的人 然后每次看到这些小孩子 我就说天哪五岁六岁的小孩子 画得比我还要好 哦 对 所以如果你有看过他们的画画 真的会非常非常的impressed 那每年呢 我们的三四个讲座呢 就像我上个月才刚办完的一个茶道的讲座 我是从尔湾 起来的一位老师 茶道学会的会长 他来帮我们做的一个茶道讲座 教我们如何泡功夫茶 那很棒 对 那还有呢 就是我先广告一下我们的活动 9月23号呢 我们从台湾起来了 郭小庄女士 她是国劇金剧的名人 她会来Sandyago做一个演讲 哇 那好棒哦 对 她是第一把交椅 所以呢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 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说 我们9月23号有一个郭小庄的演讲 嗯 一定要好好报导一下 对 谢谢 那你对Sandyago的新移民 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要说呢 我觉得新移民就是 我觉得美国就是你只要肯努力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生活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就是 美国人要说处处是黄金 就是你肯愿意 弯一下身来 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一席之地 嗯 好棒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采访Junifer 请大家关注她们9月的活动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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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